這個正常的情況就是應該這邊右下角會有一個這個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理論上你就可以 直接剛剛是從這邊進嘛所以基本上的流程一定是 先啟動他 這個1嘛 啟動2 然後在這個是admin3 再來就是最終就是這個 要管理myseql admin就管理啦 那就完成了所以基本上我們剛剛有設了密碼 所以你這個myadmin點進去的話 基本上這邊會出現 登錄的使用的帳號使用的名稱那名稱應該是什麼呢 還記得嗎 密碼是多少呢 1234 OK 理論上按執行 就歡迎你進到什麼 進到你的myseql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有一個 資料庫 而且是伺服器的 而且是一個很強大的一個 一個資料庫的server 當然這第1步你已經進來 他能做什麼 他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舉凡所有一切東西啦 其實都需要背後一定會有一個資料庫 不管你做任何東西 背後都要資料庫 OK 那 進來 當然 這個是最終的 如果你進來之後再來你可以新增什麼 新增資料庫 所以新增資料庫從這邊 可以問 比如說我們建立一個問題1的資料庫 那編碼方式的話你可以用什麼 UTF 這邊可以用 這個 UTF8 unicode CI的這一個 那這個 通常是用這一個啦 記得喔 你這個 那我的那個資料庫名稱我叫做什麼 叫做問題2 OK那這邊就輸入問題2 因為我們這個範例是問題2 問題2 然後這個 按建立就好了 建立之後的話呢 那你就會 產生一個資料庫 那他的架構一定是 先資料庫 資料庫有點像對應到Excel的檔案 裡面的話呢在資料表 對應的就是Excel裡面的工作表 那再來就是對應到欄位 有沒有哪一些欄 比如說我們有六個欄位 那你就要在 資料表裡面建有六個欄位 那再來你就可以把資料寫過來 OK所以 這邊有個好像一個很大的 這有點像一個什麼 有點像一個很大的一個水塔吧 OK 那你那邊的水可以丟過來丟過來 大家集中起來 放在一起這樣子 所以這邊可以把它建立 OK那你會發現 已經建立好問題2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找到一個問題2 那再來就建立什麼資料庫 已經建好了 資料庫裡面可以建非常多的資料表 所以你點這個 他會出現什麼呢 你要不要建立資料表啊 好那我要建立資料表 那資料表的名稱要叫什麼呢 那我看一下 我之前 我們還是 有沒有 不過這邊是用問題2 你把它改一下 那 在這邊呢 我還是要建立 那個資料表名稱 還是叫問題2好了 藍數的話 就根據我們 現在這個 A到F 所以有6藍 那這個6藍的話呢 我就直接在這邊 一樣輸入一個問題2 就是在 問題2的資料庫裡面 建了一個問題2的資料表 藍數的話有6藍 所以這邊輸入6就可以了 按個執行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呢 他這邊會出現 幫我建了一個 這個 這個資料表名稱叫問題2 那底下會空出有6個藍位 那你就要把6個藍位的名稱 放到裡面來 那我們6個藍位的名稱 分別是 編號一直到 地區對不對 他其實最好是可以自己丟過去啦 不過他沒有那麼方便 所以 像我的習慣是用一個懶人法 1 先把這邊Ctrl C 然後呢 做什麼呢 再移到這邊之後的話 把它貼到 這一個藍裡面的最後一個 做什麼呢 再移到第1個 編號 像我的懶人法 是這樣 有沒有 這樣子 第2藍 這樣子 第3藍 其實比你自己打應該還快一點 不過你要特別注意喔 藍位名稱後面 記得喔 不要有空白喔 因為那個空白 將來會影響 你那個名稱如果有空白 那將來的那個 就是你的藍位名稱 也要是 什麼什麼的 後面有個空白 你要檢查一下 名稱對不對 名稱對了之後的話 第2的話呢 再來做什麼呢 做 形態 所謂的形態就是 你這個 欄位裡面呢 能夠放什麼樣的資料 那大部分應該就是 不外乎就是什麼 文字嘛 不外乎就是 數字 那數字裡面的話有分什麼 有分 那個整數的呢 還是有小數點的 所以通常喔 我這邊編號的話 我會給我看一下我這編號 我們是 是嗎 所以我這邊的話呢 那我就是把這邊改成 文字 文字一般的話呢 用vatcha好了 那 長度的話呢 我有沒有四個字 可不可能有五個字 可能啊 所以你乾脆多一點 給他六個好了 你可以 給他多 不能給少 不然的話將會放不下 再來的話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 這個也是文字 那這個是數字 數字 數字 文字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那個這邊也一樣喔 品名的話也是用vatcha 幾個字 可能多一點 五個字好了 那單價的話用什麼用 數字 那比如說呢 他最多應該可以放幾個字 那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用int的話呢 最多可以到 有沒有他旁邊會顯示出來嗎 有沒有 他的長度反正你那個數字只要只能多不能少 我們用預設的好了 講int 數量int 那個 小計int 這邊的話呢 用 也是用vatcha 長度的話 大概頂多是 兩個字吧 我們用兩個字好了 東西 你都給他兩個字好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 直接按一個 儲存就可以了 做完設定之後的話 記得把這邊儲存 他就會幫我把這六個欄位 的 結果怎麼樣 幫我存在 把這邊把它儲存一下 儲存之後的話你會發現喔 在問題2的資料庫裡面 就會有一個問題2的資料表 展開來之後的話呢 也會有欄位 那有哪些欄位 這邊都有 當然你也可以再重新 你如果欄數不夠你也可以再新增 點擊他 他會跳出來 他的 結構大概是這樣子 目前裡面是沒有資料 所以不會有結果 OK 我想這地方 請各位再稍微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因為這個 明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